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热心 去讨论今天的问题 那么本来听过这么多位的欢迎 我们现在才知道 整个旅渊市议会里面 只有我们两位的华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能保证 他们有时候是跟风 又觉得自己就算投了反对票 也是无度于衷 也是没什么意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应该 要有更多的华人出来参认议证 那么经过这次 我们华人两安者 去参与美国总统 我相信给了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一个很大的鼓舞 目前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大概有将近四百多万 就当到我们领约主义 一百多万 为什么我们只有两个华人出来 就是因为主要应该是我们的华人 多位的华人去正一个位置 这个非常的影响到我们的资源分配 结果造成什么 我们华人一个都选不上 所以我觉得我们华人应该 首先自己要团结 要把资源整合起来 不要麻木地去竞争一个位置 要分配好自己的力量 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 我们华人很多都很支持 包括你看到我们的铁量的事件 就可以知道 我们有这么多的华人出来 包括不单单是有缘 全国的都是出来的资源 就是我们华人是有力的 相信我们一定会 在美国取得一定的成就 至于刚才陈主义说的 我们私底下也沟通过很多事 关于出来竞争的问题 我也跟我的一些朋友 一些顾问团队都商量地考虑过 现在正在计划中考虑 应该要选择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位置 避免我们重复的以前的华人那种 互相竞争 热心竞争 能影响我们所有的这种资源 那么我很高兴今天 Kellen已经宣布了 她明年将会出来的精神 相信我们有更多的华人会出来 所以她刚才提到 她会当心到 钞票还有投票 还有她的人际问题 其实很多议员她不是说 第一次出来选就马上会成功的 你要出来尝试 一次不行 两次上任 包括我们的像倩文议员也是 她的精神 她的精神很多次后来才 几百m 选上十一年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年轻人应该多一点出来 尝试一下 增加你的知名度 增加你的这种从政 这种参政抑政的经验 将来从未有一天会悬散 那么我相信 我也希望跟我的那些顾问团队一起商量以后 至于要选哪一个职位 怎么样选法 或者怎么样 重新的规划安排以后 或者向大家公布 我的这个结果 会是怎么样 谢谢大家 大家听清楚没有 我们的Kennis 她呢 现在目前 比如说 已经我们 最近都一直在 私底下在 五十 我们两个人 她本来在设计 二三十年 现在也是时候要出来 所以说 她刚才主讲 大家听没有那么明白 她现在也是出来 她现在也是出来 参存 我们明年呢 哪一个区 但是哪一个出现 大家还很厉害 今天我们再做的是说 两个Kennis 一个Kennis 来申布 明年 挑战我们 六二四 因为我们还有一点多时间 是不是 所以说他们要安排 所以说我们 前面 公主他们这说 刚才主讲的一说 第一次出来 不一定是说 会有恶死 机会那么高 很难讲 如果华联融洞在一起 我相信 Kennis 不是反共的 这边右边 左边是我们福建的 我相信不会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的 所以说 要看大家 再做今天来的 我们这么多 球鱼 超鱼 还有这么多的 军地会的 会讲 哪里算什么 打气 打气 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 情人 我们要为他们两个 两个 今天表态出来 给大家鼓励一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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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